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很多人大鱼大肉这个烤肉吃嗨了之后呢挂急诊的挂急诊然后呢肠胃出问题的出问题那有一些本来这一个血压血糖血脂控制的很好的通通都失控那到底怎么样健康生活来过中秋呢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好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了有六个好朋友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洪友祥医生女官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医生好朋友王建宇医生大家好好 再来是急诊的专科医生好朋友田芝学医生大家好好 再来也是医生好朋友肝胆肠胃专科医生好朋友叶慧中医生 做专科医生大家好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阿邦老师大家好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郭主义师傅大家好好 先问一下田医师听说急诊医师一年最怕几个节日 那怕过年也怕中秋啊没错为什么这么怕中秋我现在也反而想问为什么是谁发明烤肉中秋又要烤肉 对啊所以每到了中秋节呢就变成烤肉节对 就变成烤肉节那烤肉大家就知道吃坏肚子啊然后如果你又在外面烤肉来个烧烫商啊 然后可能只是从家里要准备出发去烤肉的地方也可以来个车祸意外这样 所以我们中秋节呢我们通常都还要把它特别拿出来来排班要特别排班这样子然后抽签这样子那今年我也我也是我有抽到了这样子 那中秋节的签听说还分白天晚上没错还分白天晚上所以我已经我可以偷销因为我是白天 什么是签王夜晚中秋节夜晚还有中秋节的隔天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急诊的那个生态在中秋节这一天早上的话呢平常每天早上都会有些车祸没错但是早上呢车祸变多的是去菜市场 骑机车去菜市场买菜的妈妈们 菜买太多对就要去买菜所以就车祸就变多了可是呢中午过后到下午就很安静哦 所以这个时候白班的是可以偷销的可是到了八九点以后那个香味出来的时候拉肚子的也来了烧烫伤的也来了然后连那个竹签穿刺伤的都可以来了这样子 急诊还会遇到烤肉是那个竹签自己刺到自己有 没错对像我觉得我最最经典的是什么呢像有一天呢就有一个他是中年的爸爸然后他就想说一家烤肉外家乡当然是要去烤肉所以他们就是买 我们台湾人没有那种烤肉卤对不对所以他就是买那种就是那种用一次就可以丢的那种 DIY的烤肉架都放在地上对不对结果原来这个爸爸不会起火但他要表现所以他就加了油然后一点火结果那个砰 所以他的眉毛啊鼻子啊整个都黑掉然后眉毛都没了烧烫伤啊对结果来急诊的时候就赶快帮他处理那当然是很怕说他的呼吸道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赶快给他打上点滴 然后就是打了一点肋固醇让他消肿然后观察久一点那烧烫伤的话最怕的就是说你现场处理错误我们一直说冲脱泡盖送冲脱泡盖送大家但是大家都不是冲脱泡盖送大家都是用冰块啊有什么东西就涂什么东西连牙膏都可以上场可是其实这是错误的你就是先冲水了之后赶快送一几就这样子真的那问一下洪医师中秋节也是你们的旺季吗 对我就举一个我那时候当总医师的一个案例我们那时候当总医师的时候都有一个BB call那时候没有手机的那个年代这个当然王医师在笑他也背过那个BB call 那总医师那一年是等于最资深的住院总医师下一年就要升主治了那所有的要为了让你成熟很快成长很快那一年所有的急诊的急会诊 什么加护病房觉得一定找那个总医师主治医师都回去睡觉嘛一定是总医师最资深要cover全部那一年当然我当总医师那当总医师我们最怕的是那个急诊室急诊室只要一个急洗一般他们处理可能处理一会儿就送上病房可是我们一个紧急洗剩的病人一洗就要四个小时那你一整个晚上就不用睡觉了那我们平常其实平常在值班最多大概零到一个病人就是那种水分控制不好乱吃肺水肿啊 可是那一天总共来了五个五个病人那五个都很类似来都是跟你讲喘不过气来然后心悸冒汗啊一抽血不是高血甲就是肺水肿 那种说他平常大概有两个族群的病人一个病人是什么从来没有洗过肾他是慢性肾衰竭那已经到第五期了他平常就撑在那边那可能一个中秋节吃了很多吃了很多就突然跨过那条线就开始要血液透析 第二个是说平常已经在洗肾但是他因为那个平常就控制的不是那么理想这个也突然吃多喝多就造成要紧急透析 所以我一直在奉劝说现在如果你有慢性病不管肾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务必还是要节制你的饮食 那问一下王医师中秋烤肉过后加一科的生意也会变好吗 我们常说不管是急诊洗肾大概我们常说今天刚好这次的中秋节是在礼拜三没有联系假期 不然以前我的经验就是隔天早上或是说连续假期的话可能就是中秋节那一天 因为以前我们中秋节早上我们大概几层还是会上班 那因为今年因为一粒一休的关系礼拜三早上我们也会停掉 那我记得前几年遇过一个东西就是我印象最深刻叫举家一起烤肉 那这一家很好玩的地方是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就是阿公阿嬷平时会来找这边看慢性病 高血压他们是一边那妈妈会带小朋友来看病那爸爸从来没来看病 那那天中秋节早上大概八点半怎么我还没到诊所 已经一家六口站在外面了 然后我想说奇怪怎么生意这么好 就一进来的时候叫了号码灯一叫应该一个进来 就六个都跑进来 然后阿公跟我说王医师我们的诊断基本上就是肠胃炎 病情我只要讲一遍条 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六个人昨天一起烤肉 我说原来你们一家昨天一起烤肉 对啊因为你是家医科医生 那虽然我们不常见 我全家来找你啊 对今天他们一起来 因为就在我们附近烤肉 那基本上重点在哪里 就是刚才田医师讲的 很多人平常没有烤过肉 烤肉的技术不太好 然后又没有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都很多东西保存不良 煮的又不好 搞不好还没烤熟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全家全都肠胃炎 我常常看到我们平常没在烹调 搞不清楚他东西熟了 对中秋节要过得好 饮食这部分基本上是最重要的 真的可是中秋节还是要开心 阿峰老师要分享 大家过中秋要健康又开心 对 我今天想说来做一个家庭版 然后比较新观念的一个烤肉 所以今天做这个烤肉 很特别 前两年在餐厅非常红的一个食材 调味料叫盐渠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好像是日本人在用的盐渠 对 它看起来有人称它叫盐米花 就是一起那个米饭 然后跟盐米渠去 对你闻闻看 有点味噌 它有点味噌香 有点酒酿 然后有点酒酿香 对 但是它是咸的 我们的酒酿是甜的 它是有盐分的 那一般呢 就是他们在烤肉啊 像日本人串烧什么 最常拿来用 用那个盐渠去腌一下 然后它立刻 因为它这个盐米花 你可以看它就像西半样 看得出米粒耶 对 这样浓浓的 所以它会很快就附着在 我们的肉片上 然后你去烤的时候 就连那个酿造的香味 就可以立刻烤出来 所以它立刻拌 立刻就可以 所以它有那个酱的浓液 对 那这个的使用 是不是也类似味噌 就是说你基本上用了 没用完的要放冰箱保存 对 没用完 你不管你的存放 或者是开了之后 你都是要放在冰箱冷一点的地方 做保存 甚至你把它其实你拿去冷冻 它还会像类似双七零那样 不会变丁丁 跟味噌一样永远不会 所以还是可以再挖出来 对 可以挖出来 然后我们在家里面你要烤肉 它基本上里面大概都有 七八%的盐分在这里面 所以算起来它味道一定够 然后呢我在这里面 我调上了黑胡椒粒 好 正在看电视的台中黄太太问 他们家冰箱刚好有味噌 刚好没盐局 可以用味噌替代吗 可以 可以用味噌 然后也可以什么 味噌是不是有咸味 那如果再更聪明了 就知道健康好生活的冰箱 你还有甜酒酿 妈妈你赶快去 查查看你的冰箱里面 有没有甜酒酿 两者给它叫做会 你就发现老师说的言局 我不用买了 跳跳跳 我们制作单位甜酒酿 被阿芳老师KO一罐之后 还剩两罐 从元宵放到中秋 然后我今天选的这个肉片 事实上我比较喜欢烤肉 它还是有一点点肉质的口感 所以我选择的是那个腱子肉 然后呢把它切片下来 然后妈妈切片下来之后 拿你的菜刀 先说如何把它烤烤 如果有筋或者是纤维比较硬的 就稍微把它拍软一下 对 然后现在立刻你可以发现 搅拌一下 对 然后放个五分钟 就可以烤肉了 然后利用这五分钟的时间 我就顺便要调一个 我吃过我在马来西亚的 那个小印度区 然后吃过一个烤肉 然后从此之后让我觉得 怎么有这么放的 可是仔细去感受之后 就发现是 我讲印度区 他们就是一定吃咖喱 对 可是他们的咖喱呢 调就是跟什么 跟我们的优格 他们叫酸奶之类的 把它调在一起 那有酸你去沾烤肉 它就会让肉质变得 会软跟甜 那我们在家里面其实 咖喱粉 对 你就把咖喱粉跟优格 对 印度很多咖喱 它烹调到最后 它也会加一点优格或者酸奶 对 然后拿来配这个烤肉 味道就很好 就这个肉烤好了之后的沾酱 对 然后你要一点点的油香的话 我们放新鲜的橄榄油 好 然后这样子 好妙喔 我看 然后把它那一个油滑的质感打出来 对 然后如果你用的是盐曲 它的味道是够 你这里面是不一定要加 不一定要加盐的 然后它就会香香的咖喱香 好妙喔 然后就等会跟肉搭在一起 然后接下来 再来下一个就是 妈妈在准备烤肉的那天的下午 都会建议妈妈要多准备一点点的 这个蔬食 所以来一个泡菜 那当然生菜沙拉也很好 可是那就要比较烤肉比较专业一点 你就要带很多的冷藏设备 才能够保持那个 它的那个蔬菜的效果 因为有些人到户外烤肉 其实并不一定有这个冰冷的保存设备 所以呢 我今天就做一个是柚子 因为刚好中秋我们有柚子 我们就剥一颗柚子 然后呢 妈妈你要先把这个高丽菜啊 各式各样你喜欢的口感的蔬菜 用盐稍微去拌一拌 然后让它出水 然后我们用冷开水把它洗干净 拧干 你可以发现今天我把这个 这个就是杀青过的 对 把这个杀青过的 高丽菜是不是 高丽菜 对 就拌一点盐 然后放一点时间让它出水 然后再稍微漂洗一下 漂洗 把它拧干 对 然后把那些多余的水分 小黄瓜也做一样的动作 也把它做一样的动作 然后这个可以准备一大盒 哦 就可以 如果你搭配着烤肉吃的时候 对 多一点膳食纤维 家族就说 我听说那个中秋节 你们很辛苦啊 所以我们就有带了 我们刚刚烤的肉给你们这样 就他才讲完就说 等一下 医生我好像 结果我们打开那个肉一看 它外面是焦了 没错 里面那个血水还在流出来 没熟 根本还没熟 大家会觉得说百叶豆腐 好像我吃个 我不要吃那么多肉 我吃个豆腐走没事 不好意思 它热量非常高 百叶豆腐事量 70%都是油脂 油脂 然后呢 洪医师 我放一点点好吃 少量的辣椒 好 辣椒可以斟酌调整 对 然后再来 保鲜的方法 除了用低温的概念 糖醋 为什么做泡菜 糖醋都是一个很方便的 家里取得的保鲜剂 然后我们把菜的水分带出来了 再换到糖 还有宁官麻烦你帮我倒一点点的醋 好 家里面的白醋或果醋 这个是我们阿芳老师带来的 柠檬醋 对 要倒多少 来吧 倒我们用这样来量好了 好 今天这样的分量应该这样的两个 好 那我刚倒了一些 大概再拌完 再一点点好了 好 再一点点 对 好 其实这个醋跟糖的比重 你可以调整 而且你的醋的那个酸度是不一定一样的 对 中秋节的泡菜 我们就硬起来加一碗的柚子肉 我觉得很妙 所以啊 最后跟妈妈就会觉得说 这是帮家人做的 专门属于中秋节的应景的料理 那这个要多久入味 10分钟后就可以吃 所以是快速入味 对 只要那个醋把那个糖稍微的溶解了 那它既有保鲜又有调味的功能 那我们要带到户外 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它的品质会改变 所以这个当家常的快速小菜也非常好 就很方便 如果你们家没有在户外烤肉 直接拿个平底锅不沾锅 我来稍微算烤一下 这个也很适合当小菜前菜 对 好 那刚好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肉片 基本上它就五分钟左右 就可以开始烤 那你会发现 以往妈妈拿出来的那个碗里面 会好多好多的汤水 对 可是今天像这样 盐局没有 对 因为它是一个 它就会巴附在这个食材 米 它有稠性 它就会附着在上面 就反而把肉的水分是留住了 然后呢 烤肉火不要过大 所以连带的我今天就算用的是平底锅 用瓦斯炉火 大家可以看到 我如果锅子稍微温热一下下之后 我摆极少量的油脂 然后我就开始放下来烤 可是用的火力是中火 所以你今天这一个盐局的肉片 其实也可以当一般的这个烹调 这个如果当便当菜便当肉应该也很好 也很好吃 对不对 因为它在加热后 应该还会有口感跟风味 在加之后 你烤完之后 它就是烤肉 但是它就可以变成跟蔬菜搭配在一起 好 那我们稍微热它一下 好 再烤 问一下田医师 原住民为什么也热爱烤肉 其实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原住民的烤 其实叫做马白浪 我们布农组叫马白浪 马白浪的意思其实是晒 所以其实最原始主线的智慧还是有的 因为你的肉是用热去烤的时候 它反而不容易有一些致癌物质 一些危害身体的状况产生 而且原住民的最原始的烤肉 其实顶多就加盐巴而已 对 你反而用了那些酱料粘起来之后 用大火酱去配烤出来的东西 反而很容易产生焦灰的致癌物质 所以是不一样的 可是一加烤肉万加香之后 原住民也开始用烤肉酱 你知道烤肉酱还有一个问题 烤肉酱真的香很多 而且烤肉酱加热之后特香 对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 那个烤肉酱那个刷毛 它其实是塑胶的 然后在黑暗中你看不出来 等到烤完之后全部都硬起来了 我们吃进去多少啊 对不对 所以是很多的问题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祖先 像那个台语那个夯 夯也不是火去直接烧的意思 对 所以夯或是原住民的不浓宇的 都是很健康的一种烤的方式 对啊 你们石板的 石板烤肉蛮不错的啊 因为不会直接上火嘛 对 要靠热气去煎而已 那问一下洪医师 这个阿方老师是自己做的一个 比较健康的烤肉酱 那市面上烤肉另外一个要小心的地雷 真的是酱料 除了我们肾脏病病人 烤肉我们最担心的是高血压的病人 那高血压的病人最怕一个叫钠离子过高 那我们一天可以摄取的钠 一般人大概两千四百毫克 大家仔细去看那个烤肉酱 你可以把它标示拿来看一下 他大概一平均一瓶一小瓶 就大概有四千到六千毫克的钠 那他里面除了这些钠之外 他糖也很多 那有一些豆瓣酱 那有一家一些修饰的玉米淀粉 防腐剂 那还有一些焦糖色素 那这些事实上对我们的高血压患者 都非常不理想 我就可以举一个案例 因为你整个礼拜都在烤肉 不是只有中秋姐当天 你除了要注意家里稍微胖 有高血压的长辈之外 你的主管 如果那天刚好中秋节晚上班的时间 主管有那种微胖的高血压 你要特别关心他一下 有一个案例 就是有一个五十几岁的一个上班主主管 就是一样过完中秋来上班 上班我想中秋也过 大家压力都很大 那一天他就觉得 开始全身就觉得不大对劲 头脑脏肩颈酸痛 那就突然左侧突然无力 那整个就倒下去 那他还好他平常对下属还不错 上去关心他应该是中风了 然后就赶快送到那个急诊室 血压高 我们讲血压高 你钠离子又高的时候 很容易把血压整个往上升 所以在那个时间之间就造成那种中风 所以一定要关心一下这些 如果说已经有高血压的中秋节 那前后时间特别注意一下 同时因为我们的肉片也越来越香 对 然后一定要让它烤到全熟 务必烤肉的东西就一定又有腌制过 对 所以有水分就可能会有生菌的产生 所以一定务必要把它烤到熟 对 而且是猪肉一定要全熟 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吃这个烤肉的时候 会喝很多的含糖饮料 对 这也是烤肉要小心的 所以我今天有带一个解腻的东西 就是有 这个阿芳牌的这个柚子蜜店对不对 对 这个可厉害了 这个可以给大家吃吃 这个是阿芳老师自己用柚子皮做的蜜店 对 你有看到我今天剥下来的那颗柚子 就把它已经 这个真的是韩国柚子茶的那个柚子蜜店 对 然后我其实不是拿来做蜜店 我是拿来在家里面 我红烧鱼 红烧肉 就是放冰糖 取代冰糖用的 所以这个是你做红烧肉的时候 取代冰糖 对 但是你现在 可以把它拿来泡热茶 就会变成柚子茶 对 然后只是它的处理工序 我要从那个白白的柚子 然后把它煮 煮水煮好几次 那个水都要丢掉 然后最后一次煮水 大概三四次之后 那一次水还要泡隔夜 然后泡隔夜之后你去沾那个水 奇苦无比 还是很苦吗 跟你们现在吃到的 还是苦 很苦 柚子果很苦 已经煮那么很苦很苦 可是等它把它水拧干了之后 用糖跟麦芽去煮它 然后我就可以保存 对 这个就是柚子茶在做的柚子酱料 对 好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 烤肉的样子已经 好了 很快乐地跑出来了 对 好 然后现在我们提一点点的 好 香料 那香料其实这个 如果你阳台里头有 自己种的香料就可以 这个也可有可无嘛 放一点点 好 然后再来 我先把这个烤肉 跟我们的香料翻炒 然后再来 好 番茄让它热 好 那我们就可以来试吃哦 好 真的太正了 说不到烤肉原来可以做成 它这个优格咖喱酱 真的太优了 沾上去 那跟传统烤肉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当然还有 我第一次柚子这样吃 这叫黄瓜柚子 它其实 对 它吃下去的时候 本来很酸很辣 可是吃了这个柚子进去之后 整个酸味跟甜味 把它盖过去 其实我本来蛮怕辣 我觉得这样子是可以接受的 那但是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其实中秋节 大家都觉得最恶大一个是月饼 太油太甜 那另外一个是烤肉 实在太油 那柚子是一个高鲜的 高夹的水果 我应该就是很健康了吧 大家也要小心 有两种情形的人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我曾经就有一个案例是这样 其实有一个洗肾的病人 他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吃柚子 他还没肾脏坏掉的时候 他一次可以吃到三到四颗柚子 他觉得 他有没有觉得柚子很奇怪 柚子不是那种很容易腻的 你说很多水果太甜 你吃不了多少 就觉得饱了腻了 可是柚子会一片接着一片 一直吃下去 那他以前就吃很多 那后来洗肾了 那洗肾的时候 医师跟他讲说 因为柚子属于那个高甲的食物 可是他刚好那一天早上 他有去洗肾 那洗完肾 他想说甲离子应该洗得蛮干净的 所以那天又情绪特别好 都是那个月亮惹的货 心情好气氛 加就多吃了一些柚子 不久吃到一半就开始 开始心急又冒冷 他就送到急诊 那一眼甲离子又太高了 又到7.2 那我们除了甲离子 我们一直讲说洗肾 那我今天如果我的肾脏是好的 甲离子事实上是很健康的 我们常讲说 吃甲离子排掉钠离子 可以降血压 那如果一般的人 我可以吃三四颗柚子 应该就没事了吧 不好意思 你知道甲的 那个我们讲柚子 一颗的热量多高吗 一颗小柚子 那种比较小的 大概就300卡 现在我们柚子就这么大颗 大概5到600卡 真的喔 所以一个小柚子 大概一碗白饭 然后一个大柚子 大概是两碗白饭的量 所以柚子热量不低喔 如果你吃了三四颗 我们讲说500好了 三四颗大概1500到200 等于一整餐 一整天的热量 我们一般1500到2000卡 你就已经超过了 所以那个热量 你热量高会转换什么 就是我们的那个 转换成我们的糖分 三酸甘油脂 所以真正的是柚子 我们建议大概吃个 小小两三片就好 千万不要谈多 那问一下叶医师 可是实际上中秋节 很多人这个月饼跟肉吃多了 真的肠胃道出问题的案例一大堆 其实是 像我之前也有一个病人的经验 就是说 他就是突然半夜的时候 肚子非常的绞痛 跑到急诊去 那结果我们问起来 这个病人本身 他就不太爱吃蔬菜 像阿方老师这一次非常好 提供好多蔬菜 配得刚刚好 那不爱吃蔬菜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他中秋节 我们都吃很多什么 吃很多烤肉 吃很多月饼 这种比较甜 比较腻的东西 那就缺少一些纤维素 就他半夜就到急诊 急诊一看 也不 原来一个X光才发现说 哇 都是素变在里面 所以整个是因为 就是说他吃了太多的 低纤维的一些食物 没有适当的补充蔬菜 就反而造成他肠胃方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种案例 其实急诊也蛮多的 而且急诊看到中秋节的案例 各式各样的状况都很多 没错 像有一天呢 那个也是大概是八九点的之后 就有一个病人来 他就是典型的急性肠胃炎的症状 当然就是 应该就是跟烤肉有关系 然后旁边还有带了三个家人 陪他一起来 然后就这个病人就是又吐又拉 然后又脚痛 然后又倒汗就很痛苦 这样说我们就直接给他上点滴 就旁边的家族就说 我听说那个中秋节 你们很辛苦啊 所以我们就有带了我们刚烤的肉给你们这样 结果他在讲完就说 等一下 医生我好像 然后他就去厕所了 结果这两个就挂号了 结果刚刚停车的那个第四个来了 也挂号了 结果我们打开那个肉一看 它外面是浇了 没错 里面那个血水还在流出来当中 没熟 根本还没熟 对 所以像这种 他们就符合了所谓的食物中毒的定义 就是一群人吃同样的东西 然后发生同样的症状 这个就叫做食物中毒 不过呢我们拉肚子 像这样子的病人就是 你吃了知道是这个东西 然后马上就有变化的 其实是来的快去的也快 虽然那个症状很凶猛 大概几个小时了 然后休息一下就会缓解了 所以其实大部分拉肚子 大概你大人的话 你的忍耐率购的话 其实就是进食 不要吃东西 大概六到八个小时 大概明天就可以缓解了 但是呢我们怕的 其实是后面那种 就是慢慢慢慢开始一直狂 慢慢开始拉拉拉 然后拉到虚脱 然后发烧 然后甚至大便都有黏液出来 或是血丝出来的 通常那种都会先去找 王医师他们加一科门诊 像这种的话就比较麻烦 他们有可能是比较厉害 比较严重的感染 那这种通常都是 有时候还需要住院打抗生素 那还有一种就是像老人家 或是小孩子 这种很容易脱水的话 还是要适当 如果说严重的话 还是要适当的补充点滴 不然一般人其实是进食 休息一下就可以缓解 那问一下王医师 中秋节另外一个风险是幼稚 那幼稚基本上 如果某一些慢性病吃很多 这个慢性病相关药物的人 要吞药丸之前要小心 跟幼稚会不会有化学的作用 我们常说中秋有三宝 烤肉月饼柚子吃到饱 那我们一定会提醒病的一件事情 其实基本上说 我们以前在医学上面 有个水果我们最注意 叫什么葡萄柚 只要是有一些慢性病的人 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 降血脂症 都在吃免疫医治剂的人 基本上我们都说叫葡萄柚 基本上一定要避免 因为这是我们最了解 因为它里面有个成分 叫湖南香豆素 那是葡萄柚 可是这个柚子 跟它是属于同一颗的 基本上也是有这个现象 那我就几个例子 我这边有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他平时就有三膏 有在吃那种降血脂肪的药 那因为这个老板 基本上他很敏感 只要那个药量稍微高一点点 他就全身会酸痛 可是酸痛去测 那个肌肉酵素的 又在那种边缘子 那我们都会提醒他 你吃这些东西 葡萄柚要小心 可是你知道有一年中秋节 别人送了他一箱什么 就是那种阿芳老师讲的 老脏 我们知道老脏这个东西 基本上可遇不可求 而且基本上他看起来很小颗 我告诉你 他会水水在家 一直吃一直吃 他不像这种大的柚子 你吃多了 你会觉得比较容易脏 柚子最大的问题 吃了会脏去 他就吃 连续吃了几天 三天 每天可能就中午吃一颗 晚上吃一颗 到了中学院他就告诉我说 奇怪那种酸酸的感觉 真的跟平时不大一样 一抽血 真的 他本身的肌肉酵素偏高 还好没有到恒昏肌龙血症 所以特别强调 有在慢性病的病人 有在吃这些慢性病的药化 基本上柚子不是说不能吃 就像刚才宏医师讲的 不能过量 只能吃个一半两半 我们常说中秋节要过得好 这些烤肉 月饼柚子 你要懂得适量 很多病人说 那我都不能吃吗 当然可以 小块的月饼中午吃个半 一半 晚上再吃个一半 这样可以保你健康 吃个半口一口之类的 你可以每一餐都吃个一口两口 绝对不会出事 你不能说 往中午迷吃到 晚上刚好那个大天的 我们以前那种什么餐厅 那种最大天的 双蛋黄的 然后你就吃下去 我告诉你 对慢性病病人 那个不但身体受不了 连肠胃也会受不了 所以慢性病的三高患者 平常有在用药的 这些东西不是不能吃 但是请酌量跟少量 对 没错 好 那接下来郭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又好吃的川味烤肉酱 对 然后这个酱 我们可以想说它是百搭 那今天我们来烤虾串 好 好不好 好 那再来呢 先我们先了 准备结瓜 结瓜先串进来 所以我们今天搭的是 结瓜 甜椒 其实小黄瓜 葱 这个 通通可以自己搭 都可以 或是你要那个要肉片啊 那个通通可以的 那虾呢 这边我比较贴心一点 把那个整个虾壳都把它剝掉了 而且在家里的话 你可以请小朋友 就像这样子 一照你这样来串就可以了 那要小心串啊 刚刚田医师讲 有人会串到自己要送急诊 就太夸张了 对啊 串这个也是要小心 那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海鲜串 那最主要是肉类的海鲜 应该搭配一些 我们一些蔬菜方面 来解腻啦 这些甜啦 那整个把它化解掉 再来呢 这个部分呢 就好了 我们要分享的是川味烤肉酱 对 而且呢 超简单的 这要打一打就好了 好不好 油腊子 我们先把它倒三大匙进来 而且油腊子 腊渣你可以弹性斟酌 因为每个人可以接受的辣度不一样 对 你假如说没有吃那么辣的话 你可以加一大匙就好了 可以放少一点 这边三大匙 再来呢 来 沙茶酱 我们常常油做 这个沙茶酱也是它调味了香味的一种 好 再来呢 蚝油 蚝油也是两大匙进来 就是辣渣沙茶酱蚝油 然后辣油 对 我觉得这个如果当过锅沾酱也很棒 对 花椒油 好 不错 这提议不错 回去火锅就会用了 对 这个当火锅沾酱很棒 来 糖 因为里面有咸度 糖是要加进来 二分之一茶酱进来 好 那这边还有一个苹果 苹果 苹果加进来 可以让它整个它的辣度 它有甜度 但是它整个香味 增加香味出来 就跟韩国人的韩国烤肉酱油的 加水泥一样 对 就是说它有水果的香甜 果泥的意思 对 也会有果胶 然后也会比较浓郁 所以如果妈妈在家里面 它不是用打的 也可以用磨的 好 好 那我们把它打碎 打碎就可以了 就变成万能的沾酱 或许又可以拿起来咬一下 它就 好 我们大概把它打碎 那因为刚刚纖維 比较大的是苹果 苹果比较大 那如果没有苹果 其实这个水梨 凤梨都可以 都可以 而且它会有一点酵素 也帮助如果你吃烤肉 帮忙软化肉质跟消化 对啊 对啊 再呢 我们这边还有蒜头 蒜头一定要最后下 你不要进去打 打的那个蒜头 那个整个发酵那味道呢 它香味显得会怎样 会更不好 没有那么香 再来 蒜头进来 所以蒜末蒜泥最后下 对 就要进来 好 那这个就是基本的 这个烤肉酱的这个风味 好 来 我来吃吃看这个风味 郭师傅是不是 我们妈妈先打完的时候 不加蒜头 要烤肉的时候 才把蒜拌进去 没有错 没有错 不然你有时候呢 你那么多酱料对不对 你把它冰隔天的话 那蒜头会发酵 会更不好 好吃香的 对 那香味对不对 就香香的 妈妈在家也把它准备好 但是呢 因为这个都没有放芳芙剂 那些东西呢 尽量大概三天的话 就把它用掉 不要放太久 放太久也不好 好 那锅子里面呢 现在呢 完全没有放半点油 我们直接呢 来烤这个 海鲜串 所以待会是这个串烧 让它烤箱烤熟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刷这一个酱料 其实在烤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也要一个观念 你不要呢 很多人在烤肉的时候呢 就是一下子串好之后呢 放到盘子或是往上 你直接就开始再刷那些调味料 不要这样子 一定要烤到大概六七分熟 的时候再来刷 不然呢 你刷完了之后呢 你那个火 再加上那个热度 会把酱里面有甜啊 还有一些东西啊 它可能焦化 对身体都不好 那个味道也会更濁一点 太焦波OK 对 好 那我们烤它的同时 请教一下叶医师 刚刚医生讲的食材烤焦焦化 很多人都很喜欢 但是医生压根是很担心 这个焦化的食材 吃得过多容易致癌吗 对 其实我之前 也有许多病人 年轻老人都有 就是说他们都很爱 吃烧烤的食物 那他们可能来就医的时候呢 也许是一个健康检查 那就意外发现 他有很多的息肉 那甚至有些都有到癌症了 那当然我记得有一个案例 就是说 他是一个20岁 快30岁的一个年轻人 那本身就喜欢吃一些 烧烤的食物 那平常年轻人 大概很少在家里吃 那也比较少去吃一些蔬菜水果 那结果等到他大概已经有半年以上 腹痛 那体重开始有点消瘦了 那甚至有点血变了 他来的时候有点血变了 那我们在做大肠剂才发现 哇 他已经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大肠癌 那最后他已经有一些淋巴转移了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 第三期的一个癌症 那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 像焦糖化的反应 梅娜反应这一些 我们虽然会觉得很香 可是一些他在高温的烧烤下 容易产生的一些致癌物质 可能是要我们要小心的 那当然平常我们也可以多配一些蔬菜 那可能就会比较减少我们大肠癌的一个情况 就是蔬菜水果还是帮某一些 这个焦烤过后的致癌的物质 稍微让他缓解或者截毒一下 那问一下洪医师 烤肉食材也很重要 刚刚郭师傅示范的是海鲜 对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个家庭那一串 里面的东西都不一样 那妈妈要聪明的选择 因为其实那一天大家心情都很好 然后气氛都会吃蛮多串的 那你要聪明选择 就是选择热量比较少的那些 我这边有两个颜色 红色那一族群就是热量比较高的 绿色那个族群就是热量比较少了 比如说你要一天到晚 我们吃都只是吃一些青菜水果 可能他会觉得这叫什么烤肉会 他会觉得你的小孩可能会抗议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多选一些海鲜 你会发现其实海鲜并没有 海鲜跟我们那些牛肉猪肉 比较起来的话 海鲜热量很低 你看其实花枝100公克才75大卡 文革也70大卡 那包括你看那个草虾 一只也才20大卡 但这一类的 还有你可以多一些角白笋丝瓜 这个都是很热量很低的食物 那吃了又有一些饱足感 又有风味 那有一个叫做披着羊皮的狼 哪一些是披着羊皮 你会发现这个红色里面有一个 480那个数字特别 那叫什么 百叶豆腐 真的耶 前一阵当他百叶豆腐 事实上70%都是油脂 油脂 大家会觉得说百叶豆腐 好像我吃个 我不要吃那么多肉 我吃个豆腐总没事 不好意思 他热量非常高 他一个叫猪血糕 猪血糕事实上 他是一个淀粉类的 他70大卡 那猪血糕一小块 这不是一大片 那种夜市买那么大一片 一小片猪血糕就70大卡 你吃个四片 就等于一碗白饭的那个量了 所以包括一些肉 你就选择 比如说我真的喜欢吃肉 你就选鸡胸肉跟鲤鸡肉 这种是热量35跟55卡 你如果选择是梅花肉 牛小排 那个都一定100大卡起跳 所以妈妈在选择这个的时候 可以选择这种 但是右边这种 我们讲热量低的 不管是什么鸡胸肉 草虾什么 事实上他尿酸也是很高 如果家里有那些痛风的话 也是要特别小心 然后现在整个 大概虾子快熟了 大概已经有六分熟了 那直接我们直接算 我们就来 所以刚刚师傅就提醒大家 其实食材大概熟到六七分 才开始加这个酱料 才不会那个酱料太焦化的话 那个整个对身体也不好 那个整个焦化物 然后有些时候有些人的烤肉 那种薄肉片虽然热量不高 可是姜刷的太多了 就会过分的咸 然后喝很多饮料 对 所以一个就是说在家里面 妈妈如果今年去烤肉 一个就是那个 我觉得从家里带个平米锅之类的 去烤肉 其实比以前用那个网子 会安心很多 不然的话都是那个碳化的物质 我们这一趟健康好生活 烤肉摊很香 真的 是不是一家烤肉 万家虾 这样整个摄影棚都是烤肉虾 对 在家里面就像这样子 用你的锅子下一烤 也就足够了 好 二厨帮忙摔一点 不错 这个酱是不是很适合炒面炒菜 家里如果真的有慢性病 不见得要用刷的 就是烤好之后再用沾酱 也可以 沾酱这样子也可以 因为烤一烤的话 整个边刷的话 它的味道比较能入味 真的 对 这边大概刷个两次就够了 不用太多 假如说你觉得说 它的味道不够的话你再来沾它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我们现在关火了 真的太棒了 它的那个味道经过这样子烧烤之后 整个味道呛出来 那个呛出来我是不知道它搭配其他 可是我觉得它搭那个虾子 那个超对味的 真的是比我吃的那个传统那个烤肉 味道以前如果说只有100% 它大概150%的那个呛味 真的很棒 但是我们一直在讲说 那个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吃烤肉 我觉得应该是四个之叫欢乐气氛 那欢乐气氛尤其在越年轻了 我就想起我在那个第一年 我刚刚医学系毕业 我们医学系毕业要下部队去当医官 当两年 那时候跟那些弟兄 海军陆战队的弟兄 那时候大家知道吗 就是中秋他们会特别加菜 然后就也是部队也是会烤肉 可是那些弟兄 其实每个人那个肚子 他们如狼似乎 他们都等不及烤 烤好就会去吃 所以那天气氛非常欢乐 那不管说卫生部分什么 就有待上去 结果就在那一天 我印象非常深刻 到隔天中午 陆陆续续就有人来那个挂号 然后总共那一天 那个王医师说他有六个病人 六个病人一个家族 我们那天二十几个 中华民国的战力都被这样消耗掉 症状都一样 上吐下界有的人 症状轻跟重而已 有些上吐下界 有些真的是软趴趴 还有人发高烧 那因为年轻人嘛 阿兵哥本来是有身强体壮 大部分都是叫他回去进食 然后吃点药 那比较严重就留下来打点滴 那天后来 我们当然有把他送去花 应该是食物保存不当 那里面后来培养出 那个叫金黄葡萄球菌 我们这样子 今天务必 我们讲家里有那些 那个小孩或老人 在做这些烧烤肉的时候 第一个 你这白天在准备食材的时候 那个冰箱 那个真的是要劝 第二个在烤 一定要烤熟 如果说只要烤不熟 其实那个一中毒的话 都是整个家族的话 真的要特别小心 那问一下急诊的田医师 而且有吃烧烤 还有一些人喜欢搭酒搭米露 没错 所以中秋节的夜晚是急诊是不平静 因为其实平常夜晚有时候都会有一些酒醉入导的 中秋节大概十二点过后 哇更多 我因为我有一个最夸张的案例就是 他是一个中年男生 他没有跟他的孩子太太 他是跟他的好朋友们去吃烤肉 然后喝就喝茫了 他的家里在三楼 他不知道怎么走到三楼 可能没走到吧 就滚回一楼 然后呢 他血淋淋的 所以路人很难不看到他 如果说他只是单纯睡在那边就没有就算了 他就血淋淋 所以路人就赶快叫那个119 然后把他送来急诊 就送来急诊 我们当然是先确定脑有没事 没事 那就要开始处理伤口了 哇他耳朵撕裂一半 然后整个拉到脸 对他说他这脸这边有一半是开的 那我想要帮他缝啊 可他边又吵又闹 还那个什么松板珠再来一盘这样 就不知道怎么弄他 就后来他太太来 他太太很瘦小 也没办法压 然后我们找警卫也没办法压 就还有他儿子来 他两个儿子是二十几岁年轻人 一百八十几公分 就四个人这样帮我压着他 然后我还是要很努力的把他缝好 因为我们耳朵这个如果坏死啊 长不好的话呢 没有地方可以补这个地方 因为他长得很特别 里面又有软骨皮又很薄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大家人帮我那个帮忙下 终于把他的耳朵补回来了这样 然后他还是茫茫的 然后我一直跟着他到隔天早上 他终于清醒过来 他还问我说发生什么事 我说你去照一下镜子 所以酒醉客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喝了酒什么状况 那问一下这个叶医师 还有一些人吃海鲜 要小心他的卫生跟安全还有新鲜吗 其实海鲜也不只是海鲜 刚刚我们有听到王医师 田医师 他们都有讲到 很多人烤肉都有的地方焦掉 有的地方又还没有熟 所以这种就常常带来就是急诊或者加一科 很多甚至我们胃肠科闷者很多急性肠胃炎的一个病人就涌进了 那如果这个例子的话 大概我想前面都讲非常多 我这边还要提醒一下 其实在海鲜类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煮熟的话 对一些病人的话他特别的危险 当然像洗肾的病患 那我们肠胃科这边有一些像肝硬化的患者 那肝硬化患者其实在中秋节对他们来讲有一点点危险 常常我们会吃了很多烤肉酱 或者是高钠的一些月饼 那所以他们 其实这些肝硬化的病人 如果吃了钠盐太高 通常我们会现炎 有一些腹水的病患 我们会现炎两克到三克 那如果他们吃了钠盐太高之后 他们整个腹水的量会增加非常多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在吃了一些唯有熟的肉啊 或海鲜类 那海鲜里头的一些细菌 包括像沙门士杆菌啊 或者是一些大肠杆菌这一类的 就会穿透我们的肠子的黏膜 跑到腹水当中 造成一些很危险的一个叫自发性腹膜炎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其实是会有生命的危险 那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那我们就中秋烤肉 当然是吃一个欢乐跟气氛 不过真的就是说如果真的烤焦了 或者烤没有熟了 拜托大家就不要吃 那就是还是要烤熟这样子 好那节目最后 王医师也给观众朋友一个健康小叮咛 中秋节免不了会有月饼 那基本上不管是从凤梨酥到最大那种以前大科的 那底下一个观念 凤梨酥一餐一个人最多只能吃一个 那那个绿豆碰蛋黄酥那种比较大一点的话 大家分着吃 一个分两个人吃 那那个很大块的切记一定要四个人吃一块 这是一个重点 再过来其实今天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烤肉这件事情可以用盘子烤 不要用那个铁碗烤 用铁碗烤最大 因为大家都不是专家 因为烤出来的结果就是外面焦掉 里面没有熟 那这样就造成很大的问题 那它改成概念 用这样烤的话基本上又安全 而且甚至你可以先把东西先煮熟之后 把香肠先煮熟之后 再拿去稍微烤一下 这样比较不会造成说东西煮的不好 或者说里面造成问题 那再过来告诉大家 虾子蛤蟆类的一烤 再喝个啤酒 我告诉你 隔天跳着进来 脚痛痛风也会来找迷失 那个是有痛风的人吧 对 没错 一般人是OK的 可是一般人我告诉你 很多都喝盲之后 我告诉你他一定会过来 再过来 每逢佳节背事情 不要大家正在烤肉的时候 有些朋友打个电话 关心他一下 其实三大节日 也是情绪很低落的 优移症人会发作的季节 优移变天的时候 多关心他 他或许没有来烤肉 或是来烤肉 跟大家一起欢乐的话 让大家过得比较平安又快乐 好 谢谢王医师的叮礼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过中秋的 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 那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我们的荧幕左下角 还有我们的节目的LINE的 这个QR Code跟账号 欢迎我们的忠实观众跟粉丝们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